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相关的人 他在不同的章节中 在不同的环境中相继出场 相继出场 先写孙悟空 然后就写观世音菩萨 然后后来又写玉皇大帝 写观世音菩萨 然后一直到如来降服了孙悟空 然后提出传佛法 这整个孙悟空这一段就结束了 给压在五行山下 然后牛脸来 就说这个玄庄是怎么来的 唐三藏怎么来的 就讲了唐三藏玄庄 讲完玄庄之后 在他 因为他背景之地呢 是在唐太宗 在太宗的叫什么 太宗那个年号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十三年 在他第十三年的时候 事情是这么演绎的 然后就写唐太宗 写了唐太宗叫孟游 孟游地 孟游地府 孟游地府 游地府 太宗还魂 游地府 游地府 太宗还魂 就是阴曹地府了 他那里讲那段故事呢 讲这段故事 因为太久没看西游记了 我估计就像风神演义似的 得看过来才能够反映出 当时为什么作者写了这段故事 单纯从这段故事上说 那就是太宗透过梦境的方式 做梦的概念 在整个前后对应着 有很多朋友讲做梦了 做梦里梦到他死去的家人 什么这些 不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这种故事 而在修记的第十章跟第十一回当中 第十回和第十一回当中 就讲述了整个 当时太宗以梦境的方式 以梦的概念 但出现了阳寿折损 出现了阳寿折损 然后夜游地宫 然后又给他续命 讲了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 如果简单上说呢 就是他讲出一概念 身为皇帝 你答应了什么都得兑现 搭人命 你答应救人命 就得救人命 搭人给人一个瓜 你就得给人一个瓜 你答应什么就得给什么 里面呢 还有趣 里面讲着 阴操地府也需要行贿受贿找朋友 找朋友给你办 得看完了才能跟大家解释 因为他讲的蛮有趣的 大概就是说 在第十一回的时候 第十回是第十一回 他通篇讲了在当时圣唐时期 各种能人都有 更多的能人呢 是在民间 讲了一个渔夫 讲了一个侨夫 两个人呢 对士徒 官场士徒 完全是蔑视了财务 说这群人有病 纯粹是耽误自己 纯粹是遭他自己的圣灵 圣洁 大概是能够盖 然后这两个人就说 不像我们 我们两个人 青山避水 享受人生之过程 一个打鱼的 一个侨夫 所以这俩人就抬上杠了 说你青山不如我避水 那个打鱼的说不对 打鱼的说你青山不如我避水 这个侨夫说不对 那你的避水不如我的青山 第十回啊 第十回是第十一回啊 第十一回 用了七八片 俩人写诗 附诗 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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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那作者不得了 在讲他的青山 那个在讲他的避水 最后俩人就一乐 当个笑话就完了 说天都晚了 走吧 你回家我也回家吧 然后那个打鱼的跟那个那个那个 打鱼的跟那个砍柴的说 你小心啊 别遇见老虎 砍柴就不高兴了 说你这做兄弟的 你也忒不递道了 那那你 我这回家 我往林子里走 你告诉我 别遇见老虎 你不诚心咒我吧 你以为你船上就安全啊 你上了船 你不知道水底有什么 你不知道哪个哪地方有风 哪地方有浪 俩还干了一架 后来这打鱼的呢 就说哎呀 说我跟你说吧 我遇不着这事 说你为什么遇不着 那个 因为他说我呀 每次出海打鱼的时候 上水里打鱼的时候 我都到城南那算一挂 城南那有个算挂的 哎呀 说简直是太准了 我每次出去都不会落空的 我也遇不到麻烦的 他就告诉我 你几点到哪 你几点到哪 几点到哪 别的你不要去 我到那 贼不走空啊 贼不走空 我回回都能弄的 他说是吗 那算挂那么领 他说那算挂太领了 那算挂的是谁呢 是这个 应该叫 袁天刚 对不对 应该叫是袁天刚 就是写推卫图那个 跟李峰 李峰纯 写推卫图那个 袁天刚 袁天刚的叔叔 他说袁天刚的叔叔 在那边算命的 那家伙说不得了 那家伙不得了 结果他这段话呢 就让巡海夜叉听见了 这巡海夜叉一听就急了 就告诉东海龙王去了 告诉那条水的龙王去了 说跟龙王说说 哎呀 大王这还了得 他要这么整的话 咱们家这点 您这点虾兵蟹将 要不了多久就让他捞干净了 龙王一听说 是啊 这事不好办 这事 我杀了他 我找那算命的 我杀了那算命 扒着刀去了 后来他们说不成啊 现在大唐盛世 你不能随便杀人啊 会招惹麻烦了 玉帝会怪罪的 那他说那怎么办呢 说你不如想个另外一招 龙王一牛脸 想起一招第二天 变成一个书生啊 是什么 就到那个城南门上 就找这个 袁天刚他叔叔去 说哎 你给我算一挂 明天下雨不下雨 然后那袁天刚 袁天刚他叔叔说 哦 你算这个 他说我就算这个 咱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你明天要说 你给我出一挂 你明天算准了 真按照你说的办了 我给你五十两黄金 如果你明天要算不好 你赶快转卷 背后卷走人 那龙王是为了哄他 怕他瞎兵蟹将 给弄没了 对不对 结果 他就给算了一挂 他说行 明天午后三十 下雨 下多大的雨 下多少雨 都下在哪 就给说完了 快等着吧 这龙王说完了 牛脸摇身一变 龙王回自己龙宫去了 哎 龙子龙孙吧 哈哈就乐 那下多少雨 都是龙王定啊 全都是龙王定的 他能说准吗 对不对 龙王这儿正乐的 哈哈哈哈 正乐的 圣旨道 说出龙宫外头 说圣旨道 不叫圣旨道 玉皇大帝的这个 这个圣旨道 玉皇大帝的圣旨道说 命令你明天午后三十 在长安 哪哪哪哪哪哪 下多少雨 下什么范围 下多少量 跟那个算命的算的一样一样 哎呀给龙王就气疯了 窝不下这口气了 窝不下这口气 给气坏了 时间的关系 咱明天接着假 赶着说出的 为什么 袁天刚他叔叔 算的 能够 这后的得讲完了 要不讲完没意思 这个 结果这个这个这个 龙王就说 说这可坏了 他当时也觉得害怕了 为什么 玉皇大帝下的旨意 让他下雨的旨意 竟然被这小子算出来 一样 他说不得了 这事 他说这我就输了 旁边是有个螃蟹 是有个虾兵蟹将出主意 说大王你别担心 明天在下雨的时候 稍微偏点地儿 咱下雨的时候 给他偏偏地儿 然后量上给他少点 只要他不准了就行 这龙王就听了 对这是个办法 第二天 哗就下雨了 该下雨的时候呢 准这个午后三十了 是往后错了几分钟 然后地方挪了挪 下的量的少了点 下完之后 龙王带着他的兵就去了 哈砸牌子去了 去到那儿就砸这个 袁天刚他叔叔的店铺 他说那老爷子他不理他 他就这么看着 他说我砸你的铺 你都不理我 他说你砸我的铺 你也就只能砸我的铺 你会要你的命 龙王没听名为 说他他当然装成书上回来 谁要我的命 玉皇大帝要你的命 你敢为止不听玉皇大帝的 你敢改时辰 你敢改雨量 你敢改地方 你这抗着不 明天后天肯定 明天肯定宰了你 他一听 这龙王一听 完了 这遇见高人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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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搞 他就给这个袁天刚 他叔叔跪下了 这个他都变化成人的 神话咱听故事 赶上这个 赶上这说书的 那这里说的什么意思 袁天刚他叔叔的道行 就是他的能力 他的道行 他的生命的位置 高过玉皇大帝 那也就不在三界里头 当他不在三界里头 他来到人间行事的时候 在一定程度上 他想干嘛就干嘛 那个渔夫 那个渔夫 无论他满府的经伦 但他不知道 他可以看 他可以看不起 这世处官场上的庸俗 他可以自摆清高 但他依然是一个书生 而袁天刚的叔叔 可是一个 只能叫人上说 叫有道行的人 而且他的道行超过了 人所在 跟这个玉皇大帝所在的 也就是八九之功 涵盖的 这个三界之内 他不在三界里 他就变成了一个 有使命的人 那一个有使命的人 他靠算命生活 他就能做这种事情 我们讲过 我们讲过 哪吒 哪吒 他是有使命的人 你看他多粗暴 来不来就杀 但是他直接带着使命来的 所以他没事 这个也是这意思 所以他能知道第二天下雨 第二天下雨 那他因为知道玉皇大帝要干嘛 可龙王 可不知道玉皇大帝要干嘛 龙王只知道 他能控制人间的 因与其情悍 对不对 里面讲述的 一物降一物 里面讲述的 一物降一物 但任何生命 违反天条 违反他境界内的 主的命令的话 都要遭惩罚的 天鹏元帅 对吧 是卷帘大将 天鹏元帅 这个猪八戒 卷帘大将 沙僧 小白龙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所以这是讲了生命层面 有朋友说 这不公平 这没什么公平 不公平 没办法 他没办法 他是一个生命层面 造成的 这么一个 现在确实的样子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环境 生活在这种 生命环境中 生命就是这么存在 但里面任何人 想撒谎 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每个层面的生命 安分在自己的层面中 其实是最好的 我要说这宿命论 共产党的邪恶 讲究的是革命 让每个人为了获得自己的欲望 从而去革别人的命 每个人从来没想过 自己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可能要革命的目标 每一个人都是 当去推崇革命的时候 你记住 你是革别人的命 来获得自己的好处 而别人是谁 你对其他任何人 我对其他任何人 同样都是别人的命 可以革掉了 而每个人的自私 从自己角度出发 所以总以为是自己 要去革别人的命 其实自己就是别人 要被革命的对象 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 共产党的理论 他邪恶的 在川普拿出 2000亿的要求命令之后 川普在推特上大骂中共 七点钟 他白宫公布的征收2000亿 九点钟 在推特上说 中共宣称要攻击 我们的农民牧场经营者 工厂劳工 用来以来影响大选 那意思是什么 他这是指着 贸易争端中的攻击了 中共透过攻击 美国基层的老百姓 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其实就这么回事 川普不惧怕中共攻击 才选择这个时候 他依然选择这个时候 去持续他的贸易战 我相信共产党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敌手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就是一命还一命 一个生命不同的境界的这种冲突 而人在其中 就是选择善恶 我节目中一再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 不是这之间谁打谁 根本不是 是善与恶的对垒 中共已经在贸易上 居优势很多年了 他一直这么说 但他们知道 中共知道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的人 这句话 他没有一个背景 那按照川普的性格来讲 他可以这么说 这应该是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说这话 那如果他要有所指的话 那只能说他在这话是讲给习近平的 中共他们知道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的人 那一个你可以说这话是说给习近平的 如果另外一个你可以说 川普深知他的做法给中共带来了 极其深刻和致命的打击 所以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解释这句话 但是他明确提到说 中共有可能攻击他的农民 牧场者 劳工者 就是蓝领工人 如果他攻击的话 美国立刻对中共进行强烈的反击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种说法 这种蛮有趣就是说 中共习惯了黑箱操作 大陆人更习惯了一种彼此来隐藏 从来没见过直接了当的干 就是你啊 我打你了 我跟你说我抽你啊 我抽你啊 抽完你不能如何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抽你 他讲的是因为当初你给我强奸了 你给我怎么着了 共产党的没见过这个 共产党人在一块开会都是同事 结果呢 等回家之前都是相互把老婆给睡 这是共产党人 开玩笑 我问你说这也太那个 那如果不把老婆睡了 那下属怎么上去啊 现老婆的都有啊 对不对 而很多在党体制内的女人愿意去这个方式 谁知道谁睡谁啊 你听起来说 陶哥你这话说有点yuck yuck就有点太太脏了 人睡的都不先脏 我咱们说个事实就先脏了 对吧 这事不好办 结果同时间 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中共是当前贸易问题的最大元凶 星期一 美国已经准备好跟中国进行严肃的贸易谈判 并直接评价说 美国政府巨额的赤字在很大程度上 是政府 不过但有评论讲说 是政府支出 过度支出的结果 而不是减税的结果 在一个开放的政府中 你会听到各种意见 对不对 那一只手说他长手指头了 有人说大母哥 有人说二母哥 有人说三母哥 中指 有人说哪都有 还要说八正 说手心 说后背 那你不能妨碍人 人家说都是事实 对不对 那作为美国总统来讲 就知道整只手应该怎么办 川普讲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全球贸易系统已经被迫害 已经被破坏了 中共是当前问题的最大元凶 所以他讲被破坏 我讲说他可能指的是WTO WTO 中共2001年进入 也就是美国遭遇了911的袭击 同一年 他直接讲说库德洛对他与中共官员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他不讲 他如果努力是认真的和实质性的 那美国已经准备好讨论和谈判了 所以库德洛在作为一个温和派的谈判对手 却屡屡发出非常直接了当 非常表白坦白坦白的言论 坦白的言论 也是他说的 所以库德洛就变成了一个传递川普真正信号的人 而有关贸易谈判的消息 同样是他说的 他没有谈到针对中国征收新关税的前景 但他讲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 迄今为止实施的关税措施 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险重的影响 所以很显然对美国的影响 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大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美国中期选举 同时又是作为美国来讲 作为正常的人的生活来讲 是消费品走向一年中最旺的一个季度 9、10、11、12 这三个月是销售最旺季 但川普却决定在销售最旺季的时间点 持续对美国对中共展开贸易战 真正的贸易战 大家想想他心中怀有多大 对共产党怀有多大的仇恨 毫无顾忌 毫无顾忌 你说他一点都不顾忌吗 也不是 但你说他的顾忌能够阻止他 展开贸易战吗 事实证明不可能 他还否认了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川普政府和共和党人支持 最近通过减税举行大大举措 大大加剧了本已高昂的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 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华尔街日报这种媒体在批评 在讨论类似事情的时候呢 总会加上一些他们个人的批评川普的观点 批评川普的观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相当真实的场面 川普绝不会因为任何借口 截止到现在 没有因为任何他眼前利益上的处境 而不跟中共 而不向中共施压 而绝不停止向中共施压 所以这是大家要能够明确意识到 我们所处的这种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